接著我們可以回到節目表 節目表是你自己的手機的IP 然後是母號 還有你剛才設定的port number 我剛才打了4個1,所以是1111 然後進入這版 這版就選擇你要看的台 即是你想在手機或其他電腦看的台的時候就選擇那個台 譬如我選無線、飛出台 這個網站在街上進來的時候 就要打回你機對外的IP 以及對外的port 然後你進來按了無線、飛出台之後 這裡就可以設定一些不同的設定 其實這個Player其實沒什麼意思 因為我不是這部機的 這個port就會是你 有一個port的這個 這個真的是看片的port 這個地方用3335 那Preset呢 這裡有幾個Preset 我想我弄了一個叫Lokia N810 那一會兒教你怎樣弄 那這兩個就是Default有的Preset 那就是說下面的profile的setting 你可以選擇起來 那我當我先用這個 那這裡我可以選擇不同的codec 以及video 以及video size 去做一個video transcoding 那麼Default那兩個是沒有enable的 你看到 那你可以選擇 那你可以選擇 比如我用MPad2 比如我主力是看飛出台的 那麼飛出台本身標稱頻道 都是MPad2 那你可以選擇MPad2 那你可以選擇MPad2 那有其他選擇 如果你想在Windows Media Player播放的話 就可以選擇WMV1或者2 那我選擇MPad2 那我選擇MPad2 那video break rate呢 那可以選擇 那可以選擇 小一點的number 就會是順一點 因為那個bandwidth要低一點 但是畫質就會差一點 那因為我是用N810的播放 所以我選擇512 那應該可以的 那video size 會是一個解像度 就是本來標稱頻道的解像度 就是700幾乘200幾的 那因為我這些小機仔 就不會播到那麼高解像度的影片 那所以我就要它壓縮成一半的size 那就是應該300幾乘200幾 那應該都幾順暢的了 那audio也可以做一個壓縮 那可以譬如不需要音質那麼高的時候 你可以調低到96 那剛才我的名字在哪裏給的呢 就是在這裏給的 那你給這個名字 然後按preset 就會多了一個preset出來的了 那我選好之後就start stream了 那你會看到這個trend 那其實呢 你看到這個trend 就應該OK的了 那好了 那我怎樣播片呢 那我就用這個N810 那我就用這個 Saleep 還有這個 華為的手指 那就是用數碼通的服務 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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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機沒有3G 所以就要這樣播 那我在街上這樣的時候 就可以打回這句 那這句 那這句 那這句話 剛剛 我在這個blog那裡都會寫在這裡 那 那也都 那這句又說一說是什麼來的 那那因為我這部機就裝了NPlayer這個播放程式 那那可以用它來播放這個串例影片 那這個東西呢 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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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把影片放大到800 長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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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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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P LOOP FILTER 都是如果看到不順的情況 可以不要一些Frame 就可以順 減CASH就是設定CASH的大小 越多CASH就越穩固 但就越多Delay 這個網址是我的對街網址的IP Address 還有剛剛的3335 也是剛剛的窗戶設定了3335的Port 即是看影片的影片Port 這個IP Address 可以用Dynamic DNS的服務 不用打這串數字 用了服務之後安裝軟件 下次每次RESET router也好 關機開機也好 它也會幫你重新在ISP取回最新的IP 然後就迫回到那個網址上的 好了 我打完這個東西就完成了 那你見到它就開始做CASH FUEL了 那就是 應該是成功的跡象來的了 那就是開始拿一些信號的數據 放在CASH上的 那等一等 因為我設定了8192個8MB的CASH 比較穩固 那你見到這個燒烈已經不斷閃了 你見到其實都OK的 所以 用這個方案呢 就 用回這個3G的網絡 那調整一個 適合這部機鏡的獨特A 那就應該可以 給純粹清楚地看得到 那即使我在這個室內環境 也都可以做得到清楚 隨著這麼快的動作都可以放得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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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想轉台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要 嗯 想辦法呢 就進來我們家的機器裡 如果你在街上的時候 可能要remote desktop 或是VLC VLC進來啦 那你就要right click 這個BViuper 的Service 那就stop了它 那要restart一次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也不知道的 這個是經驗指導來的 那就因為可能它作為Beta版的Service 那一定要經過這個步驟 它才懂得 reset 回那個訊號 那接著你可以進來這個 你家的機器的節目表 就是我家的機器的IP 再加上剛才我設定的Pot 耶耶耶一這樣進來 那可以選擇不同的台 那譬如我選RC的本港台 那有看到這個窗的 那又要填過 那怎麼辦呢 那因為剛才設定了Preset 那我可以選擇 那就start stream 那就應該可以在電腦上播片的了 那應該轉了台的了 播一次的時候 那我看看是不是先 現在我們來launch month 又是這個組合啦 那看看它播不播到片 那應該可以在cash中的了 那你應該是 對啦 啊這排小跳啊 那你看到你已經轉了 那你找一下他們 那這個方法我都幾繁複啦 那其實 如果你只是看無線 只是一個討論 應該沒什麼上來的 那如果你要想經常轉排 那你應該考慮其他方案了 那好啦 今次是怎樣 先介紹影片多先啦 下一次有機會再跟你們介紹 其他的特意東西啦 好啦 拜拜